在上个月中旬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进行了海上的实弹演习 但是呢 在这演习过程当中 日本派出了侦察机 而这个时候呢 中国大陆派出了苏凯27升空拦截 而在拦截的过程当中呢 日本提出严正抗议 美国也说 你拿个法拉利来对上假踏车 这样子的嘎恰很危险呢 不过中国大陆却公布了一段新的画面 最重要是要告诉大家说 其实这件事情 整个起因并不是在我中国大陆 而是日本先在挑衅啊 中国大陆现在和日本双方互相指控 前天6月11号早上10点的时候 双方的这个军机逼近对方 那现在呢 日本更是严重的指控中国大陆 很夸张 他说你苏凯27战斗机 就是中共解放军撑的这个歼11战斗机 你又逼近我们这个日本的军机 而且逼近到非常异常接近的这个距离 甚至是要30公尺这样子 然后结果呢 中共呢也反咬日本说 明明是你恶人先告状 你颠倒黑白 是你先靠近我的军机 而且本来中国大陆的这个 驻日的这个大师陈友华 还被日本怪物审汗日本的这个内阁接见 跟他表达抗议 你们中共解放军又来这一招 空军战机逼得我那么近 那陈友华当然不理他 他就讲说 中国大陆的解放军空军 是依据国际法的规定升空 然后保持一定的距离 而且是你们日本的军机先挑衅 是你们先靠近中共解放军的 通军的这个运输机 他的这个侦察机 你还这个反咬我们 完全不能接受你的看法 都是中国大陆苏凯27 去逼日本的侦察机啊 你的说法就是现在中共空军 他们一直有压力 所以在舆论战感觉输了日本 所以现在你日本尽量这样指控 好 中国空军也不再沉默了 就公布一连串的画面 让这个空中的行车记录器 记录了这个异常接近 是接近到着近的镜女 你日本说没有靠近我 那你看看有多近 这个是中共军方公布的这个画面 诶 等一下 这不是F15吗 这是日本的空中自卫队的F15 对啊 你看旁边那个 那个徽章这么清楚啊 你仔细听一下 空中行车记录器 录下了中共空军运输机 他的这个图 154运输机飞行的对话 应该带着副油箱 你看 它说应该带着副油箱 应该挂载的武器 它说这一架军机的编号是 大概是866 可以清楚看得到军机编号 飞行距离已经非常接近了 这个不断的把镜头轮印 你看呢 日本的飞行员 他现在还盯着这个 运输机在那边看 你有没有看到 而且你刚才有没有听到 中共空军飞行员说 应该是飞行这个 这个飞机编号是866 然后而且就讲说 这个上面有武器挂载 然后应该挂副油箱 对不对 这是中共空军飞行员讲的话 对 好 公布了这一段画面之后 你知道吗 日本的这个防卫省大臣 小野事物点 他也讲啊 中国公布的这个影片 我也看过啊 但事实不是中国说的那样啊 我们是保持安全的距离啊 所以真相不是如此 结果日本就完全否认 没有那么近 好 你否认没关系 中共军方竟然还有 第二段影片在公布 这段影片就长达52秒 一样跟刚刚我们看到那个 非常的近 甚至你可以看到 几乎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 飞机保持的是 他肌翼在那个左边下方 现在看到这个F15战斗机 几乎跟他一样的近 而且你可以看到是从 那个机头的那个附近方向 整个这样穿过来 然后跟他保持非常近的距离 可以看得出来是 两架F15战斗机 先后靠近中共的 图一五四运输机 对 可是你注意 飞机现在正在倾斜 正在逼近这个 中国大陆的运输机了 有没有看到 你有没有听到 他说刚刚那一架是 866 这一架是815 所以是两架不同的飞机型号 它的一个编号 所以现在 中共公布的这一段 比较长的52秒的影片 直接告诉日本说 我们有画面 透过这一段空中的 这个行车记录器 是中共空军的飞行员 在开图一五四运输机的时候 直接用手提示了这个摄影机 轮映 然后我们想 就拿我们棚内摄影机 你轮映的镜头 能够轮到多远 大概就是 极限 20甚至30公尺 范围以内 所以其实它公布的画面 直接戳破日本的谎言 告诉国际说 明明是你F-15的这个战斗机 先破进 我们这个中国大陆空军的 这个解放军的 它的图一五四运输机 所以后来 才有 这个殲-11的战斗机 去逼近日本的这个侦察机 但是因为日本 它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没有公布它这样一个画面 所以不知道 中共解放军空军的这个 那个军机是夺近它 但是至少 我们先看到中国大陆的 这样一个画面 但是这样的场景 发生在天空当中 随时有可能 会插枪走火呢 不过说到现在 在空域当中的一些状况 美国也发生了 怎么样发生呢 美国派出了V-2轰炸机 战略轰炸机 飞到了欧洲的英国机场 但是这样的布局之下 普丁为之而震怒 普丁这时候派出了什么呢 TU-95 熊市重型战略轰炸机 它飞到哪去了 它居然飞到加州外海 不到100公里的位置 简直要逼近美国本土了 是否代表着 在这个时候 普丁对美国要宣战了 是 立刚 昨天其实我们才讲过 美国不是把他的B-2 前进部署到英国的 格罗斯特那边的机场吗 菲尔福德机场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 你知道他早就已经受到 俄罗斯的挑衅了 你知道 这是北美防空司令部 昨天证实的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 因为北美防空司令部 就是负责美国本土的 空防安全的 然后就他们在上个礼拜一 上个礼拜一的 下午4点30分的时候 你知道他们在哪里 发现了俄罗斯的飞机吗 在哪里 在阿刘森群岛的附近 阿刘森群岛就是 那个 就是亚洲跟美洲大陆 要交接处的地方 那北极圈那边 对北极圈那边 在阿刘森群岛 美军的防空识别区那边 突然发现有四架 那图九五就是熊市的这种轰炸机 突然出现 出现呢 他们还前面还经过 伊尔七八的这个飞机的空中加油 加油之后继续往美国的防空识别区 这边飞过来 那美国当然很紧张 你是说这个TU95 它开始往南飞了 对 所以这北极熊 它居然往南开始飞行了 它就接近了美国的领空的时候 然后结果 这个美国就非常紧张 就派了 当时就近派了F22 两架F22 上去拦截 你看这张照片 对 你看 那个距离非常近 但是这架熊市的这种重轰炸机 没有人敢动它的 对 当然 因为除非你要开战 不然大家只是警告你一下 结果俄罗斯也很逝去 你知道它总共有四架图九五 结果有两架 突然看到F22来了 掉头飞回去了 对 那两架飞回去了 对 但是剩下两架 还有两架呢 还要继续飞 继续往东南方向继续飞 还在往南飞 F22航程 没有这个图九五这么长 你知道图九五可以飞一万五千公里 这个飞机加满于飞一万五千公里 对 飞一万五千公里 飞这么远 F22不可能一直跟着它 不可能 F22就回去了 你看F22还带了副邮箱了 对 然后它就飞回去了 飞去之后 你知道五个小时了 它第一次发现它 在阿刘森颈导的时候 是下午四点半的时候 到了晚上九点半 它居然飞到加州外海去了 什么 它往南飞飞到加州外海了 对 飞到加州 那美国人又紧张了 这个战略轰炸机 你里面都是装核弹的 这个可以装核弹 它随时弹舱如果打开 就可以把你美国炸掉了 是啊 然后结果 当时美国当然也很紧张 加州那边的F15 也飞上去两台 升空拦截了 对 拦截 看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结果 其实它也没干什么 它也没有侵入你美国领空 因为它还在公海上面 对 在公海上面 距离还有一百公里远 然后它就在那边 晃了一下 逛街一样 看一看走走 然后又飞回去了 然后什么事情也没做 那美国当然也不能对它怎么样 因为它是在公海 对 所以它也只好 美国F15自己飞回去了 那俄罗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非常耐人寻慧 就是你美国能够向我示威 难道我俄罗斯不能向你示威吗 你的意思是说这两家 熊市重轰炸机是去示威的 就是示威 我告诉你 我还是有能力 其实冷战的时候 俄罗斯每年都有这种 所谓的例行训练 但是他上次这样做 是2012年的美国7月4号 你看他特别选7月4号 国庆日 2012年飞过来 那你一年多已经没做这种事 那现在为什么突然又要做这个动作呢 其实很显然的 就是对你 美国最近对乌克兰的这种动作而来的 你要知道 其实早在4月的时候 乌克兰危机刚发生的时候 你美国不是派军舰派驱逐舰 那个驱逐舰到黑海去巡视吗 不是要去帮乌克兰的声援吗 当时记不记得 俄罗斯就派了战斗机 直接飞到你头上去晃了一圈 我就吃定你美国驱逐舰不敢把我怎么样 而且还在你完全无预警的情况下 我就飞到你头上去 到5月呢 美国派了那个电子侦察机 在那个附近飞的时候 我的战斗机就直接冲到你旁边 距离只有三十几公尺 然后飞机距离只有三十几公尺 非常非常近的距离 对 飞航安全来说距离太近了 我就故意就告诉你说 你怎样你老美了不起 我就要整整你 但实际上不只老美被整 老美最好的朋友是谁 是不是英国 英国 对 英国一样被整 也碰到了 所以在4月23号就已经发生了 4月23号当天 你知道 有两架一样是突九五 就是这种 窝罗旋桨的飞机 然后逼近英国领空 你知道当时 英国一开始 还搞不清我那到底是什么 想说是不是客机啊 后来看你觉得 不太可能啊 因为第一个 客机不会 这不是客机的航线 它不会飞这个方向 第二个 然后两架客机 一起这样并排飞行 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所以英国空军 马上升空拦截了 是 英国马上拍到最 最新锐的 所谓的台风战机 看到没有 就是这个 台风战机 在突九五的上空 对 他们就赶快上去拦截 然后一开始 本来还不敢太接近 为什么不知道 对方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万一太接近 被他电子锁定 搞不好他就发射飞弹 攻击我了 所以他发觉 奇怪那么大 应该可能是突九五 所以赶快去接近 你看果然是突九五 但是这突九五 也没有做任何动作 就是在那边飞 看到突九五 你觉得这是一架 非常老旧的飞机 它是1960年代的产物 但是你别小看这架飞机 因为这架飞机 它可是长城战略重轰炸机 而这架飞机里面 能载什么呢 它不只能载核弹 它还能载全世界最大的炸弹 叫做沙皇炸弹 这颗炸弹 如果装在它肚子里面 神不知鬼不觉 如果到了你的领空 它一放下来 不止你的城市毁掉 你的国家可能都垮了 的确刚刚你说是1960年代 上个世纪 其实1956年开始服役以来 它服役超过半世纪 也是目前全世界 唯一服役当中 还在使用的大型 整个这个四巨 有这样的一个 库茨涅索夫级的这个 涡轮型的这个发动机 螺旋桨 螺旋桨发动机的 这样的一个长城战略轰炸机 它如果没有载重武器 和比如说重磅的这个炸弹的话 它可以改装成一般军用客机 也可以当运输机 也可以当侦察机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 武器飞弹炸弹的 炸射轰炸机的一个平台 多功能用途 就像美军的B-52轰炸机一样 但是它螺旋桨啊 有什么好怕它 我飞到米美国上空 为什么美国人 都感到那么害怕呢 为什么 你看它航程15000公里 飞行的最高升限是 12000公尺 没什么 普通级的恐怖程度 战机都飞得比它还高啊 对 飞得比它还快啊 没什么好怕 只是没它飞得久啊 但是我告诉你 它加装了一个武器 载了一个核弹的话 它的恐怖程度就提升到限制级 怎么说 这个恐怖的武器 就是画面上 照片另外一次我们触控 这个沙皇核弹 你说这颗炸弹 对 这颗沙皇核弹 这个沙皇核弹 这个沙皇核弹 我先简单讲 它的大小尺寸 你看它这样的直径 光是直径就超过了2公尺 对不对 全长大概8公尺 它的重量是27000公斤 总重量 等一下 它的重量27000公斤 足足比历史上我们所得知的这个广岛 或者是长期的原子弹 它的至少三倍以上的大小尺寸 什么啊 这么大一开 它简直是两部汽车的重量 你可以这样形容它 没错 但是如果你把它加在 这个图95的这个 长城战略轰炸机的话 那个威力可惊人 我跟你讲 为什么美国都会这么害怕 形容它的恐怖程度 像限制级这样子 因为呢 我告诉大家 从盘古开天地 有地球到今天 全世界最有名的三次著名的大爆炸 第一名的大爆炸 就是传闻这个运石撞地球 造成了当时的百二级的恐龙大灭绝 这常常很多的科学家专家都在提到这个 对不对 你知道吗 6800万年前的 它的一个威力 几乎造成地球所有物种的灭亡 对不对 第三名呢 就是我们之前也常常提到 1908年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那边的一个 通古斯大爆炸 等一下 几千公里平方范围内 几乎都是夷为平地 你说通古斯大爆炸 还是第三名 对 那谁是第二名 就是沙皇核弹 怎么可能 真的 这一颗炸弹 就是当时图九五 它的这样的长城战略轰炸机 在1961年 也就是它服役成军五年之后 它在1961年的10月30号 它当时飞到了这个 今年北冰洋 也就是新地岛 芬兰那边的这样的一个领土的 那个上空 直接丢下来 你知道吗 当时 在1961年那个年代 它飞到这个地方去执行这个 炸射的任务 你看 下降还用降落伞 你有沒有看到 沙皇炸弹 它那个减速伞就足足800公斤重 为什么要用减速伞 因为它怕它的威力大到 那个图九五 它把它丢下去 来不及飞走 来不及落跑 那会被那个整个威力影响所及 而且没有办法让观测机执行观测任务 在保持安全范围的这个 45公里的这个范围内 所以它必须要用这样的一个减速伞 而且我告诉你 所以结论它就要装个降落伞 就是为了让这家T95落跑 如果这个降落伞 让它没有让它速度减慢下去 T95还没离开它的爆炸半径范围 可能就被它给炸掉了 而且当时它是在10500公尺的高空当中 大概相当于200栋 今天台北101大楼这个高度施暴 然后当时呢 炸弹它是要有气压感测器 它会感测到距离地面大概4200公尺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引爆 所以它当然担心说 一丢下去速度很快啊 因为这个沙皇核弹太大颗了 放在图九五运输机 这个长城战略轰炸机里面呢 它的这个机部的这个炸弹舱们 竟然打不开 它把它移除你知道吗 它有这个燃油槽 它也要把它移除 我刚不是说它直径就两公尺 你以为它太大了吗 太大了 你怎么丢啊 所以它不但大 而且还会重力加速度的坠落速度很快 所以它就特别把那些 刚刚讲的那些门的限制把它移除 拆开才能够顺利的把这个 把它丢下去 那丢下去之后呢 它还要赶快跑 然后还要去观测它 到底它造成的威力有多大 我跟大家讲 那当时呢你可以看到 一开始前苏联科学家想说 我在这个沙皇核弹上面呢 装了这个1亿吨的这个TNT的这个 当量的这个炸药的威力 他们担心说一旦炸下来 那个整个爆射的那个辐射层啊 那可能会扩散到很多地方 包括它前苏联的这个子民都会受到影响 甚至邻国 可能周边国家都会抗议 前苏联科学家也怕 那我把沙皇核弹的威力 减低一点好了 减低多少 减一半 一亿吨TNT 我减到五千万吨TNT可以吧 但是你知道 还是很大 像沙皇核弹炸弹的威力还是很强 是啊 它大概是广岛跟这个长期的原子弹的 一千四百倍的威力 什么 炸爆炸威力 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国家参战国 它在投下那个所有的炸弹的威力 它是六年加起来这个六年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炸弹的那个威力的总和 所以它被美国军方五角大厦形容是空中恐惧的总和 这不是这个空缺的来风 是因为见证过它的一个爆炸威力 好 它减低了之后呢 你知道它爆炸的时候 当时在事报的整个过程当中 整个那个火球直径呢 你看到那画面上 这个4E的画面是直径八公里长 然后呢 你在一千公里外的一个地方 都还看得到它爆炸的这个情况 你说一千公里外都看得到 也就是说我现在站在台北 我看到那上海我都看得到 那个爆炸的威力 而且蘑菇鱼那个整个宽40公里高60公里长 然后高60公里 比这个全世界第一高峰圣斧峰 还大概高7倍 而且当时爆炸的热风你知道吗 就让这个远在170公里外的人 就三度灼伤了 三级灼伤 而且你让220公里外的这个 远在220公里外的人 它的爆炸的闪关 你还会造成看到的人 这个眼睛都会剧痛灼伤 而且有白内障甚至下掉 所以你看这么大的威力 甚至在55公里外的这个芬兰 他们当时都可以感受到 有木造的房屋 或是那个石头砖头造的房屋 几乎半毁或全毁 要不然就是木造的房屋 几乎全部倒了 石头造的房屋 只剩下那个门的框框 你说四爆碟在这个地方 对 居然连芬兰都受到了影响 全部都受到影响 而且远在 它的爆炸能波量一直荡过来 结果造成了芬兰 严重的伤害 原来这能量波这么的强大 玻璃全部被震碎了 都变粉尘 而且远在美国的地质调查所 甚至测到了当时的这个震波 是5.25级瑞斯规模的地震 而且这样的一个恐惧的 恐惧的空中的总和 那个令美国害怕 你知道吗 他曾经在2000年 2010年 4年前1月28日的时候 下午1点10分的时候 飞到了台湾东北方的这个方向 大概距离我们东北方 是154海里的一个地方 我们竟然侦测到 这样一个不明飞机 然后当时我们 那个防空识别区 在东海 等于是算是东北海 那个台湾的一个 东北交海域 对 ADIZ防空识别区活动 那当时他在这个 台湾停留了这个 东北方很近 停留了11分钟左右 在那边这样子 一直制空这样子飞行 那我们那时候 不知道这是什么飞机 然后我们也没有出动 再升空机 或载空机巡逻去拦截它 那大家就 就觉得一头雾水了一段时间 等到三天后 查证结果出来 才吓了一跳 发现是俄罗斯制了 这个图九五的 这个长城战略轰炸机 熊市居然跑到我们台湾上空 军方的人就跟我说 就捏了一把冷汗 他说 没想到令美国害怕了 空中的这个恐惧的总和 竟然飞到台湾 台湾是一点作为都没有 所以你看 当台湾碰到这个 硕大的武器机器的时候 竟然会吓到 连反应都不存在 想想看 熊市战机 熊市战机 它飞行到哪里 哪一个国家都会感到害怕 而英国呢 英国我们称之为日不落国 他看到熊市战机 他也感到害怕 不过英国现在这个时候呢 他决定要打造了 打造什么 打造一辆最新的马车 因为要给伊丽莎白二世女皇所使用的 但是这辆马车 其所有科技之高一身 这辆马车等于是一个缩小版的大英博物馆 因为有一个这么厉害的人物 英国女王 你要知道喔 他可是英国在位最久的君王 他排名第二 也是世界上君主国家排名第二位 在位长久的人 还有呢 你知道世界上还有英联邦 有58个国家 16个局前国家的君王跟首领都是他耶 真是 他坐的马车 怎么能随便呢 所以就是画面中这台 绝不是随随便便的 他是集古今大成于一身 有人说他根本就是一个移动的历史博物馆 为什么 你看这辆马车 一开始你映入眼帘的 怎么都黄金啊 当然了 好漂亮耶 我告诉你立刚上面有400片的金箔 是中国有史以来 200年以来 用过最多金箔的手工打造出来的车子喔 好那他的长度啊 大概是差不多3 5.5公尺 其实就跟一台賓士S350 一样长 而且重量也差不多 大概接近三吨 什么啊 一辆马车重量接近三吨 是是是 怎么那么重啊 不过他的马力比较小 他只有6匹 对他是6匹马来啦 他是足足的马力 是6匹 没有错 好可是呢也有人称呼 他叫时空机器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讲嘛 古今于大成嘛 现今21世纪最新的科技技术 也用于这辆马车上面 等一下马车就马车 还有什么科技技术啊 好我举例 比方说你刚才有没有看到 他那个轮圈啊 铝合金打造的 配备了6个液压Cousine 不生气 原来这上面还有6个液压Cousine 是然后呢 那比汽车的Cousine 还多啊 好车窗是电动窗 还有呢 窗户是电动的 对 里面的座椅 还有加热装置喔 好 这么先进喔 那那个黄金刚刚已经 都映入眼帘了 我就不多做介绍 可是为何叫时光机器 因为呢它里头还集合了好多好多英国历来 象征他们光荣日不落帝国 大英帝国光荣的所有的文物 全部放在里头 所以有人就讲 进去之后呢 你会发现 仿佛做时光机器 从21世纪到12世纪 好马上来看看 有哪些恐怖 让你觉得则称奇的材料 首先来讲 它里头有些特殊的材料 是来自于 滑铁卢战争的子弹喔 还有 对 滑铁卢 为什么呢 滑铁卢战争 对嘛 多少年前的东西 象征法国被我踩在脚下嘛 对不对 那时候打败拿破仑的 是还有喔 几百年前啦 过去英王亨利巴士 他有一个马力罗斯号 上面的很多的材料 也被拿来做这辆马车的材料 换句话说 英国的辉煌 都在他身上 这辆马车上可以看到 那真正就是在那 日不落国时代的一些 最重要的一些 装备器材 都在上面 你刚才有没有看到那个把手 那个把手 就来自于刚刚我讲的 联邦国家贡献给他的 比方说像柳西兰 24颗鑽石 还有呢 澳大利亚 130颗蓝宝石 都给你啦 再来呢 上面还有一个维多利亚的十字勋章 那是用加农炮的碎片打造 好啦 我刚刚奉上的都只是小菜 现在我要上大菜咯 来 车子总要有木头打造 是 五月花号打造的 飞行格兰人的卯钉 也用在这辆马车身上 好 现在就一个一个 开始来大家看 这些都是木头 对不对 木头就会用到卯钉 是 飞行苏格兰人的卯钉 什么东西啊 有多厉害啊 我告诉各位喔 这个飞行格兰人 其实就是一个蒸汽火车 是英国1923年建造出来的 它可以达到时速100英里 世界第一辆 破纪录了喔 还有喔 最长 超厉害的喔 厉害 行驶最长纪录可以697公里 为什么要用它的卯钉 为什么 英国人的光荣啊 所以用在马车上面啊 好 再来喔 刚刚还有提到 就是木头是用五月花号 这五月花号的木头啊 这代表什么 它不是1620年的五月花号 这就代表说 因为当时呢 你看看 普利茅斯载的清教徒 前往位于美洲 然后再签订了五月花号公约 什么意思 我讲白话 美国 你们有今天 是来自于五月花号啊 所以我用这个木头 打造我这个 皇家马车的车身 告诉你美国 我英国 才是你真正的历史渊源啊 好啦 它每一个零件 都有它的用意 好 看完了把手 联邦国贡献的 还有那些卯钉跟木头 带来看看 皇家马车的车顶 你知道来自于什么吗 车顶也 圣利号 风帆战列舰 蛤 圣利号也是古早的战船 这个车顶用的木头 我等一下介绍 我先讲 在车顶上面你会看到 怎么有好多的这个 好漂亮 白金狮子啊 是啊 这个狮子全部都是仿制 英国白金汉宫大门上的狮子 打造的迷你板 再贴以金箔 那但是 它用的木头是什么 就我刚才讲的 圣利号风帆列舰 那圣利号风帆列舰 它所代表的意义是在于 各位晓得吗 1805年当时英法战争 结果呢 英法双方的舰队啊 就在 一个叫特拉法加的外海相遇 激战五小时之后呢 英国大胜 把那个西班牙和法国 组成的联合舰队 打得一败涂地啊 当时呢 率领的将军叫做 纳尔逊将军 他也很不幸的 在这场战事当中英勇殉职 可是这场战争英国胜了 他等于 嚇阻了法国西班牙 你们这些欧霸国家 来对我们英国的侵略 保了英国200年的和平 那我问 这个圣利号风帆列舰的木头 现在用在 英国皇家马车上的车顶 不就等于象征了什么 有金钟罩的驾驶 金刚不坏之身 确保这辆马车 如坚固的堡垒 谁都无法能够摧毁啊 所以它每个零件 都有它的意义喔 最后我来讲一个 最神奇的东西 你知道吗 女王现在坐在里头 对不对 虎虎生风是不是 它的宝座下面 有一个命运石 各位 放大给大家看 这个命运石 你说就是一颗啊 是 它用一个胶囊 封存在里头 其实这个命运石 其实有人说它是魔法石 因为具有魔法 像哈利波特里面一样 对 也有人叫它 叫做斯坤石 其实它就是一个 普通的沙岩石头而已 但是它有什么样的 大大的来头呢 话说 立冈旧约曾经记载 当时先知雅各 他当时睡在一个枕头上 就是这颗石头 带到了耶路撒冷的神殿中 可是我们晓得 当时巴比伦王摧毁耶路撒冷 公主啊 逃难 落难的公主 就带着这个石头 跑到了爱尔兰 所以那时候 爱尔兰历代的国王 就会用这颗石头 在加冕的时候 就会用到这颗石头 为什么 因为这个石头具有魔法 只要是正确的国王 这个位置坐对了 坐上去 你坐对了 因为你是正确的国王 这个石头就会唱歌 你说就是这个石头 你有沒有看到 宝座下面还有一颗石头 就会唱歌 还有这颗石头会发呼魔法 让这个继位的国王 能够什么 繁老还童 具有年轻人的活力 继续同时的国家 这么神奇喔 后来呢 有国王就把他带到 从爱兰带到了苏格兰 苏格兰那边 一放放五百年 苏格兰历代的国王 也都是用这个加冕 好 他是英格兰的国王 当时有一个叫做爱德华一世 他一直要打苏格兰 九宫七年不下 带回了这块石头 当战利品 目的就是希望让你苏格兰以后 找不到正确的国王 让你无法统治 还有爱德华一世也很自知 那以后他挑选国王 也会挑到正确的国王 当然这都是传说 对不对 可是呢 现在放在了 伊丽莎白二世宝座下面 不就等于可以让他 第一 他可以烦恼还童 恢复健康的活力 第二 这个石头不是象征的 国泰民安的一个保证吗 对 但是苏格兰抗议 这个石头本来是在我们这儿 该还我们吧 所以1996年有还给他们 不过 大家不晓得 当时英女王已经偷偷敲下了一块 就放在英皇马车的坐垫底下 所以 这就是英国女王 可以如此长命百岁 把英国统治的这么好的原因 没有想到 这英国女王的马车 居然是一个缩小版的大英博物馆 里面什么样的历史都存在那其中呢 但是说到北极 你会想到是什么 北极熊 另外还有一种叫做北极湖 不过最近科学家研究者研究 发现了北极湖 他们的祖先不是在北极 北极湖的祖先是从哪来的 居然是从第三极来的 那第三极究竟在哪呢 第三极居然在清康藏高原 是第一极南极北极我们大家都很了解 因为它位于地球南北两端 那纬多的关系 它都非常寒冷 可是第三极 这个听起来就蛮奇怪 是啊 怎么会有第三极这种地方呢 那其实所谓的第三极 就是指清康藏高原 这个世界污脊这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高度非常高 你看它上面有喜马拉雅山 然后有世界最高的珠穆朗马峰 也就是圣母峰 那因为它高 海拔高度全部都超过5000公尺以上 对 它高度这么高的关系情况下 造成它也非常的寒冷 那所以它就是在南极跟北极之外呢 第三极 因为它的气候环境 跟南极北极还蛮接近 虽然它的纬度 它的高度是比较高一点 所以它的氧气更少了一点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根据这些科学家的研究 像皇家 英国的皇家学会日报 它最近就发表了一个假说 这个假说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知道北极湖 大家都看就是在一些影片上 你看过 白白胖胖很可爱的 很可爱 毛鱼艳长 毛茸茸的 对 那我们就觉得 这应该是北极的特有种才对啊 应该 你看它那个这么雪白 应该就是在极地演化出来的 这种生物 你看它多漂亮啊 非常可爱的这种生物 结果现在研究显示呢 它的祖先 可能根本就不是在北极诞生的 它的祖先 可能是从青康藏高原跑过去的 不对啊 你想想看 青康藏高原在这个地方 它可是要跋涉五六千公里以外 才能够达到了北极耶 甚至还超过了七千公里啊 而且你看这边的地形 这边是高原 中间这边有沙漠 是啊 沙漠然后这边是洞原 你要一路跑到北极去 它翻山越岭 过了沙漠地带 中共过了戈壁大沙漠 还要再进入西伯利亚的大草原带 是 才能到达北极啊 但是当然它当初会跑过去 是有原因的 但是这是五百万年前的事情 不是现在的事情 但是太远了吧 对 我跟你讲 现在因为这些生物学家 在发现到古代的化石 比如说古代化石是什么呢 在青康藏关系的地方 发现一种叫丘氏湖 因为它是一个丘先生 一个中国人发现 所以叫丘氏湖 然后这个丘氏湖 发现之后呢 他突然发觉 他们的化石 居然 跟现在的北极湖 有很多相似之处 你看他们下额的化石 你看这是标本 它那个牙齿都是非常尖锐 你说有点雷头 对 非常相似 这牙齿尖锐代表什么意思 表示他的切割能力比较好 那表示干嘛 他是吃肉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现存的 所有的狐狸 其他的狐狸 其实 因为他们是杂食类动物 他有的时候 没有肉吃的时候 他可能吃一些 腐掉的尸体 或者说吃一些古物 什么东西 然后就 他居然完全跟这个 现在 丘氏湖 跟现在的北极湖 非常非常接近 所以表示什么 表示丘氏湖 是北极湖的祖先 也就是 北极湖的祖先 实际上是从青康藏高原 所以你看 青康藏高原上面 本来就已经有很多神秘的东西 包括 我们所有雪人 一些东西都在上面 神秘的宗教 什么都在上面 北极湖的祖先 原来也是从青康藏高原上来的 这个世界无几 还真的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 这世界无几 称之为是第三集 但这第三集上面 其实还有三大谜团在其中 其中有包含什么 僵尸会夜袭 还有 可以困住魔女的结界 这些究竟是什么 社长 我们昨天讲到说 尼泊尔是全世界最神秘的一个宗教国度 很多神秘不可解的一个现象 那其实如果要讲最神秘的地方 那尼泊尔旁边的西藏 当然一定要讲 西藏的神秘东西 比尼泊尔老师讲 绝对还要多 那我们众所作之的一个事情 大概西藏 你知道当时文臣公主 在西岩六百三十八年唐太宗的时代 去土翻和亲 和亲 土翻当时松赞干部在领导 那当时他和亲的一个路线 他是翻越八眼克拉山 然后路障 当时文臣公主进去的时候 看到两个景象 他非常感到正部 嚇什么 为什么第一个景象是什么东西 我这边给各位看一张图 这张图叫什么 血染的大地 血染大地 你可以看这片河谷 怎么整片都是先红的 对 河谷那个石头都会先红 为什么都是先红的 都先红 你看他旁边 旁边这个景象 这个石头有没有 他那个整个好像是血淋淋的 这样流下来 从石头上面流下来 这个血染的大地其实是哪里 是现在还在 现在你去还看得到 还看得到 他是那个藏族自助区 自治区的那个 那个叫丹巴那个地方 他一个叫红灘谷 红石灘 叫红石灘 这个地方到现在还可以看 他感到很惊讶 为什么有一个大地 是像血染的一样 在全世界老实讲 也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地方 第二个他就往 那个八眼克拉山再继续走 走到八眼克拉山山顶的时候 他更震撼 因为你到山顶的往下看的时候 看到西藏的整个前景 因为你站在世界的屋迹上面 最高嘛 你看到的就整个浮云一望无际了 对西藏都全部看到 看到你如果比照 现在西藏地区的图形 其实跟现在是不模合 他看到为什么赶到真部 就是这张 这张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所谓的西藏罗萨模拟图 他觉得西藏的整个大地 是什么呢 是像一个模拟埋在一个地形 地形就是模拟 地形就像个模拟 对 这张非常清楚 那个头 脚 那个眼睛 眼睛这边 那个头部 那个轮廓都非常清楚 那甚至中 那个胸部这边 就西藏的红杉嘛 以胸部这边 往这边拉的是那个前杖 再过来这边后杖 所以你说西藏的地形 就像一个罗萨模拟的头 是一个罗萨模拟 那当时为什么讲 讲说他像一个罗萨模拟 这是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在活经里面 说那个魔戒有两大 两大 两个最大的 一个是阿修罗 阿修罗是蓝的 专门跟天神对抗 但人间比较怕的 怕罗萨 罗萨是一个十面 十个面向的女人 他会经常女魔 他会变成很多的猫头鹰 那个突鹰 野狼 晚上出来干嘛 他专门对付人类 专门吃人 那就像那X战情当中的 魔戒女一样 对 专门吃人 所以当时那个 我们知道文臣公主 她在中国受了很多的训练 她很懂勘语 风水 所以她到西藏以后 她就建议当时的松赏干部说 你这个魔女要镇压出来 你国运 要镇压住 你国运才会昌隆 所以当时她就盖了 在松赏干部的时代 文臣公主建议她 盖了12个土药的寺庙 现在西藏留下的主要寺庙12个 其实都是什么 那个位置如果仔细看 都是在这个模拟 这张图可以看 都是在这模拟的那个 关节 手关节 脚关节那边 手肘 还有那个在胸部心脏那边 心脏那边 我们如果看看这个 这个是什么 布达纳公 布达纳公 就在心脏那一带 然后她在那个大小招式 我们知道西藏最有名的 大小招式是在那个 他们所谓叫心谷的地方 那心谷她当时是这样 当时你知道六百三十九年 入葬以后 在盖这个宫的时候 大小招式要盖的时候 他们有一种传讲说 当时这个模拟一直反抗 为什么 你所有盖这间寺庙 再盖 盖了两年 一盖就倒 一盖就倒 盖不起来 因为那边有一个卧塘湖 所以后来文臣公主才派人去 用白马去带土回来 带土回来 带土回来 把这个卧塘湖填平 盖大小招式 盖了大小招式 所以你知道 布达纳公现在最成功 对 但等于说两根钉子 钉在她的心脏 那其他把她 手脚关节都钉住了 那等于罗上 你就完全被控制住了 对 然后他们讲说这个罗上 其实这个罗上 你讲十渊 他有十个面向 我给各位看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西藏的 这个 西藏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公寓作品 公寓作品之最 就是这个牵手观音 这个牵手 这个在哪里 大招式里面 当时为什么牵手观音 各位如果仔细看 他这个头这边 头这边有十个头 前面底下这边手 是有八只手在前面 大的手有八只 拿一些法器 旁边这边分成五层 五层真的是九百九十二支 你去算九百个 真的是牵手观音 所以西藏 活像公寓之最是这一尊 很漂亮 但是他十个头为什么 他就是刚才我讲 罗刹尼有十个 十个 会化身成十个不同的面向 所以他就用牵手观音的十个头 去镇压 去镇压 那其实这些都有典故 所以说西藏地心土 跟现在来高空空拍的一个地形 来对照 以前真的是 他是一个罗刹尼的模拟图 所以他的红石灘也好 他这个模拟图也好 到现在就觉得 怎么西藏会长成这个样子 这个一个神秘的地方 另外西藏有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他所谓 我们知道西藏有活活的灵筒转世 灵筒转世 当时他们在灵筒转世 有很多方法在选择 有些方法大家知道 我讲一个比较特殊的 是他们用观虎 观虎心 就是说去看一个虎 看一座虎 这座虎就 纳末纳厕 在西藏海拔很高的地方 很漂亮水很干净 这个叫纳末纳厕虎 这个纳末纳厕是他们的圣虎 离天空很近的地方 那当时达奈十三寺 要选择那个 选择他的寄生人 要找那个灵筒 你知道他们活活转世 要说有一个灵筒 会接去他的位置 那当时他去观虎的时候 看到一个景象 说这个湖里面 显现出一个村落 村落的尽头有一条小路 小路那边有一棵树 树下绑着白马 树上还长了一些 树干还长了一些香菇类的东西 结果这个观虎的出来以后 他们去找 找到他的一个继承人 这个就是达奈十四 真的他出生在哪里 出生在西藏的一个村落里面 当时一群人去找的时候 从东方去找 找到这个孩子的时候 他家外面的小路上 真的是村长在那边绑了一匹白马 树上都整个长了一些香菇 所以达奈十四是从这种观虎出来 那观虎起来准吗 所以你观虎有这种形象 然后你再去找他基人 准不准 达奈十四是的传讲很厉害 当时这个小孩子 他们用了很多东西测试 到底准不准 他拿了很多小孩子爱玩的玩具 其中混杂了几件 达奈十三四的一个 比如说他用的法器 什么之类的 他用过的 对他用过的东西 包括他有 他达奈十四挑出来 他喜爱的东西 全部是达奈十三四所喜爱 生前在用的东西 所以就是这么闲 西藏神秘的国度 西藏又称之为第三集 但是在西藏这个地方 有若狼传说 什么是若狼呢 到了夜晚时刻 可能会有僵尸的出现喔 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